玉山国家公园委托着西乡 在地的花莲县全人原力发展协会 办理了111年度玉山国家公园 南安田区部落生态调查 以及解说导览训练课程 吸引了30位的农友来参加 一连三天的课程 唤起了部落农友 以及在地著名爱乡爱土的情怀 丰富了南安部落的人文 生态产业的特色 玉山国家公园委托着西乡 在地的花莲县全人原力发展协会办理 111年度玉山国家公园 南安田区部落生态调查 及解说导览培训课程 吸引超过30个农友参加 课程专业让农友吸收更多的生态知识 我们在耕作的时候 以及遇到气候变化 台风地震等等 影响到我们这个田区的生态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去保护 保护这个我们重要的生态的物种 这个我们课程 今天主要目的是这样 这次课程安排 主要也是让各个农友 能够透过导览 每一个人都愿意分享 不管是导览解说的经验 豆豆屋的认识 布农族文化 以及部落的人文特色 互相分享互相学习 所以每年如果都对我们的农民做一些 类似这种生态教育的训练的话 每次做的感觉会不一样 它会越来越积极这样子 就不会忘了 又碰到解决的问题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解决 如果每年有这样的教育训练 这次总共有30位的学员报名参加 其中包含在地团体 花莲县原力全人发展协会 南安田区生态管理委员会 南安部落豆豆屋的参与 让活动更有趣也更有意义 一连三天课程 唤起部落农友 以及在地著名爱乡爱土情怀 丰富南安部落人文 生态产业的特色 记者高双双卓西乡采访报道